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三西的大同古城 这里是它的古城墙 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夜景 这是大同古城的一个飞沐图 四处有城墙,有四个城门 里面就是古城 这里是南美永泰美的城楼 晚上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 城墙视频我们之前是影拍过的 这里就不介绍了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看一下它这里的一个夜景 这里面就是大同古城 这个城墙也是一个高处 可以更好地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景色 这里就是一座一座的望楼 一直到这个角楼 这里就是古城第一街 云路街 这里是灯火通平 我们到里面去走一走 它这些两旁是有很多的花卉绿枝 然后在它上方是有很多的灯笼 整个的这条路全都布满了灯笼 这个做出了一个小毛驴 因为这个大同天气 这两天是越来越冷 特别是在这个晚上的也是更加冷 所以路上是人比较少了一些 它这里再往前面走的是大城坊 前面的就是灵星门 就是微妙 它这里两旁的都是一些民居 做的还有这个雕刻 挺漂亮的民居 哇走在这里还挺冷的 但是比这个城墙上面的还是好很多 前面的就是灵星门 两旁的都是一些民居 还有一些特色的店铺 它这里的花卉全都做出了造型 前面的就是灵星门 它这里做出了是一个凤凰 在凤凰两侧都是做出了龙 龙的花卉 这灵星门在网上打上灯光之后 是更加的气派 它这一墙上都是一些优秀的摄影展 它这些小路现在是没什么人 我走在这里感觉是包场一样 上面的也是灯笼 意境的非常好 这一柱牌坊上面写着 德配天地 这些应该都是一些四合院 它这个美上都是有雕刻钻雕 整个古城景色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走来走去都是没有什么人 哇就我一个人 它这里是一个小广场 有这个娱乐设施 这一处上面也是做出了装饰 在前面好像是看到了30个人 这是私房菜 这里是大同古城 它正南门永泰门 它面前的样子 我现在是已经出来了大同古城 出来之后呢 就是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 也是非常的繁华 我刚才所去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大同的古城墙 还有在它微秒附近的一些街道转一转 它那里的灯光打的也是非常漂亮 但是因为天气太冷的原因 可能是没有什么人 像我在这个一直走路还好 这个腿部还有深圳部呢都开始发热 只是脸不能有些冷 像这种天气呢 它应该是商场里面人比较多 我今天的走路是比较多 我听说这个古城呢 它在外面的护城河到晚上会开这个灯光 会非常漂亮 所以呢 我就从古城里面走出来 去等这个灯光开起来 这个古城的正门它是不开的 只有周两边都没动 所以呢 我们要绕一些路 它面前这个护城河 它这个灯呢是没有开 所以呢 我又返回到里面 去登上城墙 但是城墙上面呢 是非常的冷啊 今天一天呢 都是在走来走去 走着走腿呢 是有些疼 它那五一秒呢 附近的景色呢 还是挺棒 特别是城墙之上的城楼 也是非常壮观 现在呢 是天也不早了 我也比较热 我到前面去吃点东西 然后回我坐的地方 喝口热汤 暖和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通古城 一个夜景的视频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还有一个夜景的视频 真的是 所以我们下个地方见 那我们下一个zyk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